北韓昨天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通过多项人事任命 北韩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 第三次会议在万寿台举行 北韩领袖金正恩并没有出席 会上通过了远程教育法等法案 还有今年的财政预算和国家任务 人事方面补选了多个国务委员 包括李炳哲和李善权等 另外任命多位的官员 包括副总理杨胜虎 资源开发相 金哲秀 机械工业相 金正男 同兴工业相 李成汉